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印度小哥 长江 在这期视频里我想回答我想分享一个事情 也是想回答很多网友们之前总是问我 就是他们说我的英文为什么那么有利 总是会有评论说这个英文听起来有点舒服 然后没有咖喱味 他们会跟我讲这些 然后他们说为什么其他印度人他们说的话他们用咖喱味 然后这期视频会告诉大家跟大家会分享 在印度没有同意的文字没有同意的语言的话我们会怎么办 就是我还记得我之前分享过一个视频就是唱东北万里霸用中文字 而且我听说过那首歌在中国挺受欢迎的 很多人觉得在印度也会很多人会喜欢这首歌 但是虽然我是印度人但是我没办法听得懂那个歌曲 我知道那个歌曲有爱情什么的意思 然后它里面的一些单词他们很会想英地语 我能懂那些单词但是完全听得懂一个局子对我来说我是很难 因为印度有几十个语言 然后一百个访练 加起来访练就更难了 所以我的英文好的原因是 从小时候我们对英文的教育是会很严格的 就是很多教授他们很想他们的小孩他们的孩子挺会学英文 而且英地语和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 所以官方的话在一些公司啊你想办一些官员政府的一些事情的话 你会看得见英地语和英文的文字写的在一起 你想考什么全国考试的话 它也会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是你考用英地语 要么是你考用英语 要看是你在高中之前在你学校上学的时候 你学过哪个语言更好 你就觉得你的哪个语言更流利你可以选择哪个语言 在这个方面内我可以说印度不想一个国家 同一个国家它想很多小小的国家的结合 就是我去另外一个就是比我远一点更远一点的邦 比如说在印度可以说半个人口40%左右的人口可以讲英地语 就是在印度的整个北方 如果我离开北方我去其他的地方在一个其他的南方的一些邦 我会觉得我来到一个完全另外一个世界了 我会来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国家了 就是我去国和外国人交流 和我到印度的那些地方和本地人交流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完全就听不懂他们在说啥 也是在我在中国四川留学的时候 反正我还在留学我没有毕业 快就毕业了 然后在我的班上有几个同学不是几个吧几十个同学 大部分我的同学来自南方印度的南方 我们北方的只有几个人 而且我们北方的几个人能说印第语 我们的印第语挺有利 那些南方人里面呢 印第语和英语是我们的广泛语言嘛 所以他们小时候学过那些语言 然后就是有的人对那个语言没有感兴趣的话 他说不出来 就像一些中国人就是他们小时候也要学中文 又不是中文也要学英文 然后但是他们长大了后 他们毕业了后他们上班了后 可能你找他用英文交流他可能不行 他可能忘了 所以在南方的印度 也会有这种人他们忘了完全的印第语 也会有人他们能听得懂 但是他们开不了口说不出来那个印第语 然后我们跟那些同学们交流是 就像我跟外国人交流 我也会跟他们讲英文 就是然后有时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玩什么的 一起说什么的 我们就没办法听得懂 然后我会用英文要问他们 Hi what are you saying I don't understand you Can you just tell me in English 然后有时在微信群里面聊天的时候 他们会大致发给他们自己的那个语言 我们就这是啥 我是看傻了 会看不懂 我会听不懂 会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可以想想在一个班里 我们大部分都是印度人 还是在里面要讲英文 因为南方人一般他们的印第语不是很好 有的是这个样子 他们能听得懂印第语 然后他可以听我和我北方的朋友们在聊啥 但是他不会告诉我们他能听得懂 有时我们在为他们开玩笑 有时有人在说骂人的话 但是他可以听得起来骂人的话 这一点我觉得很可惜 我都不懂他们的骂人的话是什么 但是他能懂我骂人话是什么 我又不敢骂他们了 这点我很羡慕中国 中国有了这个伟大的人找秦舍花 他早在公元前2021年周围中国做到了同一文字 反正是对你们来说 你们从小时候到现在 你们一直在那种环境 就是哪里都想普通话 哪里都写的是汉字 因为大部分国内的那些地方 他们那里哪里你会看到会写的汉字 然后说可以看到英文的字 但是还是很多人可以写汉字 说汉语 不管是方言 但是上过谁的大部分人还是能讲汉语 但是看在印度上过谁的人 也不确定他们能不能讲印第语 他能不能讲英语 很多上过谁的人 他不会英文 或者他不会印第语 或者他会一个 像我一样会两个的人不是很多很多 所以在印度国内旅游 如果我想如果我去什么贫穷的地方 如果我去什么比较罗获的地方 比如什么农村这里的地方 如果我想跟本地人交流的话 我需要找一个本地的人 就是本地的翻译 就是原本是我专门找一个年轻人 或者一个学生 看得起来看他的小服务 我会问问他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to buy water in this place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跟大家分享有趣的事情 我妈之前在搬家里 我在卡纳特卡邦读她的研究生 然后他找那些兔兔车的司机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很烦 就是他们想找一个地址 原本是他们搭车 但是他经常不搭车 因为兔兔车便宜太多了 他想存钱 然后叫兔兔车的司机的话 告诉他地址很难 因为兔兔车的司机 你能理解他的教育学评会怎么样的吗 然后他不会英文 他只会他的本地的那个 Skander的那个语言 然后我妈就问他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 然后他会问他的那些 本地人的他班上的同学 问他们给他写下来 用他们那个语言的文字 告诉他们 告诉他那个地址在哪里 然后他会每次 每次要找兔兔车的司机的时候 他会写这边然后纸上 然后会这个样子站直 在那边 然后用他自己的语言 我要去这里 有人吗 可以去吗 好不好 然后那个司机 可以 可以这个样子 这个很像你去国外 真的 所以对于我们印度人来说 在国内我们也可以感受那种去过的感觉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谷歌翻译 然后看看那些文字 然后他们所画的感觉怎么样 可能对你们来说 他想画画什么的 但是对我来说完全看不懂 这什么画画 有些子物不懂 你 我爱你 哇塞你们看一下这个字 我真的不懂我这个字 这个字不懂 然后听一下他说什么 阿米都妈给巴勒巴西 阿米都妈给巴勒巴西 这个本来是我知道 因为我爱你这个诶 这个诶这个诶 这个橘子我会 有蒙加拉语 印地语怎么说 对 对 然后再找 阿米都妈给巴勒巴西 这个诶 他米都妈给巴勒巴西 他米都妈给巴勒巴西 你们看一下这个字 我好惨 我真的不懂 我看这个字傻了 这是什么卷 这什么呀 听一下 听一下 还会有人问我常见你会不会凡语 凡语是国印度的语言 但是他现在 我看这个语言 在今天的印度中算是一种专业了 如果你很专业的话 你能讲话或者你能学学 你当他专业可以学习 但是日常的话 基本上没有人会讲凡语的 除了那些寺苗的那些母是什么的 其他人都不会凡语的 有很多人会他的一些诞词 但是用凡语完全讲话 完全交流 当他一个沟通的一个语言不行 今天的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有趣的视频的话 给我点赞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分享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 我会以后带来更多的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